接下來是我們的大膽妹妹 徐永玲請出列 老師姐好 陳老師大家好 徐永玲為什麼我說她是大膽妹妹呢 因為她不會說台語 但是呢 今天又選了一條台語歌 對 是怎樣 就是想要挑戰 挑戰自己 哪 哪 哪一條 《歡花都失望》 《歡花都失望》 美鳳姐的歌是不是 我是聽江蕙姐的版本 江蕙姐的版本 很多人唱過 盧廣仲也唱過 所以妳會把它改變成 就是有點Rock的感覺 《歡花都失望》 好 那要好好唱了 因為這邊 別忘了 還有金曲歌王 她會好好這個方言類 她會好好聽妳的咬字 好不好 掌聲歡迎徐永玲臉唱 謝謝 前一陣子在我們這個 華語歌壇當中有一個非常 成功的典型人物 就是阿彌陀 她其實她整張傳達出來的 精神就是一個搖滾 她在音色上呢 跟樂器的選擇上呢 其實她恰巧是跟 爵士樂有點相伴 她要選的音色都是比較強硬的 比如說她的一個代表的一個特性 就是電吉他 她通常她要加上效果器 讓她的吉他的聲音變很厲害 在樂器上你要去選擇加重 她的音色 所以妳每一個音 包含妳唱的 唱起來 都是要達到那個位子上 所以她每一個音色 要交代得很輕 大膽挑戰台語歌曲 並加入搖滾元素 永玲的創新唱法 能夠達到20分過關標準嗎 作為芎莓 情aint 3.0眼相似 packaged 我órumpy 1世曼 成要阿娜地須澄 2世曼 1世曼 2世曼 3世曼 2世曼 3世曼 4世曼 吻幽然为你的情伴 是烟魂好想人伴随 生命有一种难来帮你 好嘴一山过一山 嘴有心爱的现眼 嘴味道我心爱孤独 我也是听到一道无心没来 肩膀茫茫里面是唐仰唐 秋冬老醉 我也是听到一道无心没来 当作是自定的一条乱饭 佩佩为你 忘也收心 生爱人 生疲惫 欢欢都是梦 我也是听到一道无心没来 咱若是听到一道无心没来 咱若是听到一道无心没来 有个想起来 有个想起 咱若是听到一道无心没来 咱若是听到一道无心没来 咱若是自定的一道无心没来 咱若是 Gast 有个想起来 咱若是思 好 许泳明的演唱马上有歌 請蕭王琪老師講評 你整個的咬字其實是很清楚 是可以去唱閩南語歌的 不要就是看清自己 就是因為不敢去說閩南語 或不敢唱閩南語 但是就是說 你後來改編的那一段 我針對你改編的那個 直接進到ROCK那個部分 其實真的是 很佩服你們的這樣一個嘗試 因為在短短的時間 要把一個歌改成 讓大家覺得很好聽 其實是 我覺得連我們都覺得很 不一定能夠做得到 但是你們有今天這樣的一個嘗試 就覺得說很佩服 好 謝謝老師 那另外也要問到 這個是可以說是 台語世家 來 寶島歌王一家人 洪老師 來 我覺得詠琳歌選得很好 而且你可以唱台語歌 因為唱台語歌 第一要覺得是傀儡一定要有 改的那一段也有創意 只是說其實可以 避掉中間那一段 其實就直接要嘛就是很快的 就是比較快的ROCK FAST ROCK 不要有中間那一段 因為其實會覺得 你要嘛就是反差很大 要嘛就是稍微再熟成 你寧願好好的唱完它 但是我覺得這個勇氣也蠻可嘉的 可以這樣感 謝謝老師 欸 洪老師 所以你的意思說 要會能唱台語歌的人 只要開一口可以就可以唱 不見得要懂台語 對 因為從他的咬字 其實可以感覺詠琳 應該是會講台語吧 如果你說你不會講台語 你不會講台語 哇 那真的是很不簡單 阿公問我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媽媽要買麵包 可是我就講不出來 我說媽媽要買麵包 然後他就 你是鄉東人來了麵包啊 湯啊 是不是 對 然後我阿公就說 嗯 喔 沒效啦 對 其實 那如果這樣來講 你真的這個咬字很清楚 很很很到底 不錯不錯 馬上就來看許永玲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許永玲的改編 得到的分數是21 22 23 3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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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玲老師也給了5分的高分 我覺得他就是前面那段 真的唱得非常好 而且他能夠是不太會講台語 但是能夠發音這麼準 我覺得是他的練習很多次 然後他去非常的仔細 去聽所有的尾音 比如說要合嘴的 或者是鼻音的那個部分 你的耳朵非常好 所以要好好的記住 對 謝謝老師 哇 差不多如果一首歌的歌詞 要這麼順的話 你自己得花多久的功夫去練習 花一兩個禮拜 因為我一直問姑姑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唱到相思 然後姑姑就一直罵我 因為我說 修詩 修詩 修是不是 對 她說是收詩 然後就 修詩 所以要唱 她說要鼻音 修詩 詩 修詩 對 所以我覺得台語很難 真的很難 要到位真的很難 但是用功一定做得到 恭喜你高分過關 謝謝 謝謝老師 好開心 好開心喔 竟然變到23分的高分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 練台語真的是 沒有花的所說 下的苦心 真的沒有白費 就是老師都有聽到我 就是做的功夫 所以今天真的好開心 希望下次能夠再突破23分 23分